詞曲 李宗盛 失智者被詐欺 因為無法舉證 要不回上億財產 沒有能力去陳述 當然更沒有能力去解釋 自己當時為什麼要做出這個決定 這就是訴訟上本質困難的地方啊 年輕人也會失智 而且病成又快又急 一旦病倒 家中經濟馬上斷糧 所以會擔心老婆 對啊 因為畢竟現在都一塌一個人在 自稱 被自責與絕望籠罩 失智症照顧者心力交瘁 成為隱形的病人 剛開始那個絕望 會有絕望感 然後繼而來之的 繼而產生是一個很強烈的 一個內疚 跟深深的支持 如果我能夠早發現 是不是 就可以 再延緩一下 台灣失智人口已達三十億萬 失智症浪潮來臨 儼然成為台灣高齡社會的新挑戰 歡迎收看近新聞調查報告 我是廖方潔 現代人平均壽命越來越長 以主機總處國情統計通報顯示 二零二一年國人的平均壽命是八十點八六歲 而八十歲以上的老人 每五個人當中就有一名失智者 這意味著失智症將會是超高齡社會的最大挑戰 除了醫療 除了長照之外 涉安網來不及部件也是問題 因為犯罪者可以利用失智症的認知功能障礙 來從事不法行為 向他們榨取財物 以過去十二年間來看 刑事案件增加了將近三倍 民事案件更成長了有十六倍 因此就有民間單位向政府喊話 希望快點成立專法 以跨部會合作的方式 找出潛藏的失智者 提早做準備以保障失智症患者身心及財物的安全 避免他們成為下流老人 讓家屬與病友能夠安心地走完人生的最後一里路 我怎麼可能會發生這種事情 我一直不能相信自己是一個這麼倒楣的人 上議員被騙走 一旁失智的先生卻是最難舉證的受害人 與吳雲生牽手走過五十年 太太劉慧芳回想起那段惹上詐騙集團的日子 仍信有餘悸 好恐懼喔 自己會恐懼 而且前途茫茫不知道就是將來會是怎麼樣的 更可怕是每天接到恐嚇電話 吳雲生原本經營貿易公司 並發時暴躁 自言自語 57歲罹患失智症 但發現時已經被詐騙集團呈上 有一個朋友跟他找他合夥投資房地產 對方要他出三百萬 我說那對方出多少呢 他說對方說他出五十萬 我說那不對啊 你出的比較多對不對 就算不是用你的名字 也應該用兩個人的名字 你為什麼用對方的名字 他就說你是笨蛋啊 他出的比我多 我說為什麼他會出的比你多 我比三大你都不懂嗎 語無倫次 這才察覺到先生的不對勁 不過財產已經被轉移到他人名下 存款被盜領就連房子都被裹護 這個房子就被他拿走了 但是這個女的是大陸人 這個是我不知道還是警察告訴我的 我連這個人的名字是什麼都不知道 後來才知道他用的是假名 假名字 但是那個警察一掉 那個資料警察就說他是詐騙集團 太太激動的當下 吳明神就像忘了我是誰 過去更一度病重 貪窗失禁 台灣80歲以上的長者 每5人就有1人罹患失智症 長照醫療處處是難題 他們更是犯罪集團眼中的新肥羊 本身病識感不足 家人不熟悉症狀 根據失智者人權報告 11年間扯上失智的刑事案件增加近3倍 民事案件成長了16.3倍 向劉惠芳原以為一狀告上法院 法律能伸張正義 卻因吳明神的病情無法舉證 自己在被騙的當下就已經罹患失智症 更沒第一時間宣告禁止產 最傷心最無力的就是法官 還怪我說 你自己沒有把你先生的病顧好 我已經顧成這個樣子了對不對 他還講這種話 這是我最傷心的地方 哽咽也換不回窮前 被騙一億多 只追回兩千萬 失智了連自己有沒有被騙 都無法判斷 如何把話說清楚 這些都只是 引法犯罪風暴的冰山一角 沒有能力去陳述 當然更沒有能力去解釋 自己當時為什麼要做出這個決定 這就是訴訟上本質困難的地方 吳太太長期抗戰 整整十年打了16起官司 但又有多少被詐欺的家庭 有老本能撐得起漫長訴訟 你扣抗假處分都要供擔保 供擔保假設是以標的金額 三分之一來計算 一個房子如果價值六千萬 你的假扣抗擔保金是兩千萬 我錢都騙光了 我哪裡來的錢繳裁判費 我哪裡來的錢找律師 鄭嘉欣律師感同身受 她的媽媽在離世前好幾年 也因失智被騙了幾百萬 如果你養過小孩你就知道 你是看著小孩會這個會那個 會笑會坐會站會怕 會走會講話 剛好反過來 你失智者就是從會什麼什麼 到不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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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去失去 所以你一直都是在反覆失去的過程 這個才是一件最痛的事情 怎麼及早發現及早治療 來看失智十大警訊 因為認知功能障礙 記憶力不好 剛剛發生的事就忘記 無法升任熟悉的事 迷路沒有空間感辭不達意 溝通交際能力 書寫表達困難 綜合症狀可能是失智症 患者本人沒有病逝感 加上社會安全網不足 常常讓有心人有機可乘 我們詐騙集團其實都很聰明 他們會知道在哪一些地方去找到疑似的失智者 譬如說菜市場 菜市場找錢 你就可以去觀察說 這位長輩找錢 他懂不懂這些錢 多少找的對不對 這些知不知道 很多他狀況還非常非常好 但是我們的一般民眾的概念 只停留在癡呆的層次 所以你永遠看到那個輕度失智者 你都會覺得說 不會啦 這還好啦 就連失智症協會所舉辦的講座 都有可能是詐騙集團 滲透潛入的最大資料庫 我曾經聽到有人告訴我們說 在詐騙集團他們的地方 看得到我們的上課的一些講義 那你要怎麼照顧他 怎麼樣跟他溝通 這些他學起來之後 他就可以在路上去看 然後去跟失智者建立關係這樣 但是我們本來是要交家屬門 結果家屬們很多其實是很抗拒 但是詐騙集團就聽得非常的認真 也學得非常的好 所以他們跟失智者就可以建立很好的關係 就可以把錢給騙走 真的我也覺得很無奈 目前台灣失智人口超過31萬人 不過監察院調查真正確診率卻只有三成 遠低於世界衛生組織定的五成目標 沒被發現的個案越來越多 這種並成了合法詐騙的掩護 失智證協會資料顯示 剝奪失智者財務的人最高比例是家人 其次是詐騙集團 詐騙手法包括提理現金辦信用卡 買賣借貸理財 變換身份被盜用損失金錢不動產 那如果大家越多對失智證有了解 就不至於說一個家人發現 然後其他家人不知道 而讓他有機會上下起手 就大家都對這件事情有了解 那另外一個就是多一點跟長輩相處 那長輩萬一有狀況的時候 你早一點發現 那這樣也比較不會有後續的一些問題 專家建議長輩罹患失智證 不能完全表達意思 以防萬一 先申請輔助宣告 再由四等七家人協助決定 把可能的詐騙傷害降到最低 如果病況中重症 法律可申請監護宣告 由家人完全代管財產 不過在第一線服務的黎世宏說 這做法還是為時已晚 有些人是等到他中重度之後 才去做宣告 那我曾經也看過到中重度前 已經都被騙光了 長輩有個習慣就是 比較不會去揭露自己的財產 他還有能力的時候 除非早就已經子女都說好了 否則回去我們怎麼可能 每天去check說每一趟回去 媽媽你財產拿來我看看 你存款拿來我看看 所以非常兩難 我們可以透過輔助宣告的部分 請法院這邊去法院申請之後 然後透過一些間別 然後衡量他是不是有這些能力 來看他山之石 美國與韓國早就遇見 失智海嘯掀起的社會安全問題 2011年推動失智者專法 跨部會攜手 結合醫療 社福長照 緊鎮 防止走私 司法公設監護人制度 金融洗錢防治 護震避免身份被盜用 導致不動產或是財產被轉移 一旦確定罹患失智 將啟動保護系統 防止財產損失 同步給予生活協助 而台灣呢 目前針對失智患者 只有長照照照顧申請 整合之路遙遙無期 而且重要的是 這個幫助 它不是像我們的監護宣告 馬上就把你所有的行為能力 都剝奪掉 剝奪替代的手段 不是 它給你的是 充分的自主 人性的尊嚴 基本人權的保障 你還是享有你的意思決定 你還是一樣可以享受 自己去提款 自己支配 自己控管 你的財務的這種快樂 失智症病程平均8到10年 這是一場與家人漫長的告別 這些迷失在時間 既熟悉又陌生的知青 正在受苦 台灣的醫療 司法 金融 整合的速度 卻跟不上高齡失智攀升 接不住迷霧中的他們 年輕人也有罹患失智的可能 在台灣大約有18000名年輕型 失智患者 但他們通常是家裡的經濟支柱 一旦倒下 全家都會受到影響 有什麼方法可以協助這些家庭呢 下段節目帶您了解 失智症並非只會發生在年長者身上 因為失智不是一種病 而是一種症狀 每個人都有得到的可能性 65歲以下的這一群患者 我們稱他為年輕型失智 在台灣的發生率為千分之一 目前大概有一萬八千名 但是這個數字還有可能更多 推估的確診率只有三成 因為失智經常被理解為一種 老人家容易得的退化性疾病 所以當比較年輕的患者 出現相關的症狀的時候 很可能是直接被歸入了 憂鬱 躁鬱或思覺失調這一塊 然而年輕型失智所帶來的社會負擔 是更大的 因為這些患者多半是家中的經濟主力 一旦他生病了 全家就有可能陷入危機 再加上目前長照2.0 也沒有相關的專業服務可以申請 對照顧者來說 年輕型失智患者活動力強 照顧起來相當吃力 而且他在一個空間裡頭 根本待不住 所以常常遭到日照中心 聚於門外 截至目前為止 全台灣也只有兩個 專為年輕型失智的照顧據點 資源嚴重不足 來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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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去散步好不好 今天有點冷 有沒有看到花 有啊 有喔 爸爸好棒喔 爸爸有看到花耶 江先生當作孩子般疼愛 是曾經會對他的不離不棄 今年64歲的簡經成 原本是大醫院裡的復健科主任 沒想到五年前才五十幾歲 年輕型失智症找上了他 初期以為只是憂鬱 沒想到狀況越來越糟 一次前往挪威的旅行中 簡經成失常的反應 讓曾經會下定決心好好面對 到機場之後下來 他就問我說 我們到了澳洲了啦 欸 因為 我婆婆他們住澳洲 所以他 他完全沒有那個概念說 我們是要去哪裡 對 就是到了哪裡 對 那一次我們 就決定回來之後 要好好的做一個檢查 大家會認為說 失智症他大部分神經退化疾病 都是跟年紀大 那風險比較高 那比較多的像是 有一些是腦傷 或是說有一些是像 合併中風 或是其他的 腦部損傷的疾病 照完超音波 發現腦部病變 這個病來得又快又猛 我就試著帶他去 大部分人說 要多參加什麼社交 照大部分的人講說 你做這些應該可以延緩 失智嘛 對不對 但是好像這個年輕型 年輕型失智症 他的退化的速度 跟一般老人 老年的是不太一樣的 然後那天我們參加園遊會 那妹妹應該是累了 就給爸爸這樣子抱著 全台失智人口已經突破30萬 其中就有1.8萬人 被診斷為年輕型失智症 65歲以下發病 初期症狀 失眠 憂慮 焦慮 容易延誤就醫 發病後 短則2到5年 就會臥床或走向人生終點 而30到64歲中 平均每1000人 就有一人發病 來 你坐這邊 你坐這裡 好 放嘴巴 好吃 好吃 慢慢吃 慢慢吃 他們都為一家支柱 就算檢京城曾經是醫生 但在疾病面前 每個人都一樣脆弱 他那一次他就寫 這是他叫我們家老 他小的是屬豬 我們都叫他豬 豬猪豬妹妹 他就說 爸爸因有失智 怕你們笑 她其實在寫這個的時候 而有一些字他寫不出來 我還要幫他寫 但是她寫出來之後 她說爸爸愛靜安 然後我看了 真的很難過 對 現在有三個了 在這裡好漂亮 彷彿退化成三歲孩子 但也無能為力 年輕型失智病發速度太快 活動力強 無法控制脾氣 常被日間照顧中心聚於門外 像簡經城去哪個失智照顧據點 都被退回 並不是說我要抱怨或者是怎麼樣 但是他們就會要求說 看看我們是不是可以有請個外勞 陪著他去上課 或者是可能要再找其他的 比較適合的地方這樣子 所以他後面就換了好幾個地方 我們的蔥苗 那你如果蔥白要長一點 你可以更深一點 直到照顧者的辛苦 於是曾經會在花蓮成立了協會 舉辦各式活動 讓照顧者與病患都有喘息空間 來這邊他 就是說在這個兩個小時的活動 他們可以感覺到 可能也許回到平常 那個以前那個快樂 還幸福的那種感覺 就可以給他們一點點的力量 讓他們繼續走下去這樣子 對比年輕和老年失智 最大差異在身體中壯年和難看得出病況 但病程更快大多還在職場 原本是家中重要決策者或經濟支柱 四分之三的照顧者 多位還沒退休的配偶或在學子女 複合更重 不同於老年失智 年輕型失智的專業課程選擇少 目前全台專門針對的服務據點 只有台北和台中兩個嚴重不足 如果他是一個家庭的經濟來源 這個時候他們會斷垂 但是他這個配偶 他還是這位失智者的照顧者 那孩子還小 所以這個時候那個配偶是非常的辛苦 小心翼翼的剁著高麗菜 林俊豪原本是小吃店老闆 109年44歲時生了一場大病 腦部發炎損傷 醒來後忘記過去的一切 包括基本認知 他是連煮都不會煮 他連拿用具都不會 就是他記憶已經完全是 退到一個 可能認知上面是出現很大的問題 譬如說 現在我們一定是 煮東西一定是用那個鍋鏟 他就拿那個點心湯匙 那可以到今天這麼好 就真的是每天要練 才有辦法 現在終於可以笑著面對 當初那些磨難 林俊豪的太太李惠美 過去是經營網拍的家庭主婦 先生出事的那一刻 他被迫擔起家庭的經濟支柱 考量到先生的狀態 不能放他一個人在家裡 然後他又狀態時好時不好 然後吵著要去工作 一直吵著要去工作 因為都靠我老婆一個人在支持而已 有兩個小孩 又要我一個人三個要養 對啊 我怕到最後會不夠那個經濟 對啊 沒辦法支出 對啊 所以你會擔心老婆 對啊 因為畢竟現在都他一個人在支撐 可以了這樣是可以的 知道太太的辛苦 林俊豪一心想回到職場 但失智症並不是努力 就會好轉 就想來想去就是 好吧我就說 那你就從刀工 就是切菜 因為可能新的東西記不起來 可是他切久了他就順了 多方考量下 夫妻倆決定賣起宅配餃子 增加收入也能自由調配時間 你那個中間不能拉太多 因為這樣子會變得太飽 因為他會再縮回去嗎 不會 都是一直還是在 對對對 出錯的狀態 只是變成跟他溝通又 要顧及到他心裡 所以現在講話都要是拐了一圈 然後用很平穩的語氣 來跟他講話 壓力一度大到想放棄 你會每開始找資源 希望減輕負擔 但台灣針對年輕型失智 設置的據點其實很少 如果今天是未滿65歲 基本上在我們國家界定 他是勞動人力 他其實是只要把它處理好 他其實是有能力在投入職場的 所以這件事情 要在長照體系這邊的據點 特別去為這些年輕的失智 再去布這樣的據點 我個人的觀察 我是覺得可敬性是不夠的 我目前找到的就是 樣會館這邊 是真的是針對年輕型的 然後來這邊咖啡館 我是因為怕他忘記跟人家交談 雖然他回來只會面對我而已 但是這個東西 如果你沒有每天聊天什麼之類的 他還是會慢慢的跟社會脫節 所以目前我就說他這裡是我第二個家 位在台北的記憶會館 週一到週五在這裡 針對年輕型失智症患者 開設專業復健課程 以往就是我們在設計規劃老年人運動 我們會希望以安全性為主 所以會盡量讓他們坐在椅子上 但如果老年人運動放在 差不多四五十歲的人身上 他們可能會覺得太輕鬆太簡單 週末患者變身咖啡店店員 多多與人互動 很多個案他都是因為疾病 所以他被迫退離職場 那他們其實很多人都希望 還有一份工作甚至是可以有一份收入 那個不是…不要按 好 停 先停 好 放著…等一下會燙到 對失智者而言 每次出餐都是挑戰 怕弄錯步驟或是少放調料 但在這裡錯誤能被包容 比如說我今天要沖拿鐵 熱拿鐵 那我就要先去看熱拿鐵的食譜 然後他就會跟你講說 比如說先拿杯子 然後或是先弄咖啡粉 那個會一步一步跟他講說他要怎麼做 他在很輕微的時候 我們就趕快能夠診斷他 然後來想辦法幫助他 在職務上 在工作上我們可以做調整 這樣 看好 這個 這邊一定要對到這一邊沿線 阿倫今年四十歲 二十一年前一場車禍 腦部受傷導致失智 現在他在洗衣場裡 從事燙衣服的工作 就是你今天你早上講 中午就忘記 中午講晚上就忘記這樣 對 就是… 而且他有一些固著 又有一些選擇性的忘記這樣子 對 就是說 有壓力的 比如說工作 這種他就比較容易忘記 因為這有壓力 為了讓他順利進入狀態 洗衣場老闆留解 簡化工作流程 要求他將任務內容 寫筆記增加記憶 叫他寫 要叫他唸 要叫他背 就是說讓他知道說 我今天來到這一邊 我要做什麼 甚至於 我今天要燙的衣服是什麼 都要把他寫下來 對年輕型失智症患者 持續刺激腦部運動 交流學習新知識 維持他們的狀態 雖然無法完全恢復 但至少可以延緩惡化 譬如說你的一些飲食 或是你的運動習慣 或是說你要 能夠有學習新知 或是有一些新的 大腦用腦的狀況 那以及就是像運動等等 還年輕就忘了我是誰 這一條失智的漫漫長路 相對崎嶇難走 在台灣資源稀少 家屬只盼望社會 多一點友善對待 別再讓年輕型失智者淪為 無處可去 長時間的陪伴照顧 是消耗也是折磨 如何幫助失智症家屬 戰勝這最難照顧的疾病呢 下一段節目帶您瞭解 在二零二二年六月 高雄有一名九十九歲的老父親 失智後行為脫序 他六十多歲的女兒不堪照顧壓力 持刀殺害了父親之後 再自殘 照顧者被看不見 鏡頭的照護壓力壓垮 最終選擇極端方式解決 像這樣的長照悲歌實有所聞 根據統計二零一六年 媒體報導出的照顧殺人案 有十四件 也就是在這一年 行政院通過了核定長照二點零 到二零一八年那一年 長照二點零施行之後呢 照顧案殺人案 仍然多達十八件 之後雖然逐年就略有減少了 但是一直到二零二一年 仍然有七件家庭照顧悲劇發生 照顧失智症患者 他的壓力究竟有多大 台北榮總失智症治療 研究中心主任王培寧告訴我們 在診間最常聽見照顧者說的一句話就是 我可能會比他先走 而事實上也的確有很多照顧者 不堪身心疲累 比患者先離開了人世 身為失智症的照顧者 最常面臨哪些困境 政府 社會 有哪些照顧資源可以提供協助 失智症照顧者的心聲帶您了解 他開始不是重複問我一樣的問題 而那個問題又很難被重複 他重複問我一樣的問題 是問我什麼時候回來的 那我覺得怎麼會這樣子 因為在我心裡面 我覺得媽媽一直是個強者 而且我媽媽又是個老師 他怎麼可能會連這麼簡單的事情 都不了解 因為成功詮釋失智症患者的角色 謝祖武抱回2020年亞洲世帝 但細如人生 在她的真實生活中 高齡92歲的母親 也是一位失智症患者 那是一個雜物慣 其實並不值錢 她其實很久以前就 就不小心碰到了 媽媽那天就突然覺得 這是誰弄的 我就說那時候 因為我很累 也沒想那麼多 我本來就有 不 這是你弄的 我那時候想完了 後來我慢慢拿起來 拿那個東西朝我摔過來 我們一直不斷地在強調 失智症不是一個正常老化 失智症其實是一個 整個大腦功能的退化 它並不是只有記憶力一下 剛開始那個絕望 會有絕望感 然後繼而來之 繼而產生是一個 很強烈的一個內疚 跟深深的自責 就是一切都是我 一切都是我 都是我的錯 為什麼您會覺得是你的錯 而如果我能夠早發現 是不是就會好 如果我能夠早發現 是不是就可以 再延緩一下 失智症照顧者 最常有的感受 是孤獨 和強烈的武力感 因為沒有經歷過的人 無法理解 打一場不會勝利的戰爭 是多麼的無助 比起患者 許多照顧者 會在長時間 心力耗損下 成為隱形的病人 走在一條 看不到盡頭的路上 連喘口氣 都是奢求 其實最累的是 收工那一剎 當你說謝謝大家辛苦了 我就想到 我要回家了 我又做回卸足舞了 那種疲累 就是身心交瘁 我經常做的一件事 就是會問他說 你知道我是誰嗎 他告訴我說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你是誰 那一剎那 我就覺得我好傷心喔 其實我人生是超滿的 愛的氛圍 然後我老公生病 天就垮了 天都會舒服 其實陪伴者的心理壓力 真的是非常大 常常聽到就是說 我可能會比他先走的 這樣子的話 那我們也其實真的看到 其實不少的病例 真的是照顧者先離開了 我自己有一個感慨是說 雖然各管市 我們好像知道很多資源 但講實話 我們沒有辦法真的貼近到 第一線的照顧者 去真的懂他的照顧困難 因為每個照顧困難都太不一樣了 而且太深刻了 因為患者是親人 放不下也拋不去 照顧者只能苦往都裡吞 而這樣的人 只會越來越多 依據國際失智證協會估計 2019年全球有超過 5000萬名失智證者 預計至2050年 將增加至1億5200萬人 平均每3秒就有1人失智 台灣失智證協會 根據國家發展委員會的人口 通過成長資料推估 在2031年 台灣失智人口 將會多達46萬人 屆時每100位台灣民眾 就有兩位失智者 2041年 失智人口更會超過66萬人 也就是每100位台灣人 將有3人罹患失智證 這樣的成長速度告訴我們 未來的20年中 台灣的失智人口數 平均每天增加48人 每30分鐘就會增加一位失智者 每個人都有可能搭上加速的失智列車 政府 民間不能措手不及 2017年起 政府與民間攜手推動 失智證防治照護政策綱領2.0 積極佈建失智照護資源 像是為了確保失智者 與照顧者的生活品質 提供日間照顧 交通接送 居家護理 輔具申請等服務 截至2020年 目前全台已有 失智共同照護中心63處 失智社區服務據點368處 更不見1000位失智者 可住宿的多元化失智照護模式 協助失智證者及其家庭 減輕照顧負擔 禮拜一到禮拜五都上課 那非常棒耶 還有延緩失智的手作課程 所以有運動的 有那個就藝術型的 那有音樂的嗎 無論是共照中心 或是社區服務據點 都提供多項照顧支持 課程與照護服務 但要讓家屬敞開心扉 踏出第一步 往往是最大的挑戰 我們其實對家人 對失智者還有照顧者來說 我們都是外人 我們不是他家裡的一份子 你再怎麼貼近跟他說 我真的很擔心你 家屬就覺得有隔閡 很多家屬其實光是 要讓別人進入家裡面去幫忙 或是要帶病人出去 光是這樣一件事情 我們可能就要說上非常多次 家屬才會去嘗試開始做 其實我的建議是 你多去跟其他的家屬談 你就發現你並不是原子 就是你並不是唯一的這樣子的一個人 那你多去聽聽別人是怎麼處理 處理這樣子的一個行為的時候 其實一方面是紓壓啦 然後一方面其實也可以給自己 就是照顧者比較多一點的想法 失智症照顧者難以跨出第一步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社會對於 失智症的標籤化與污名化 像是對失智症患者會產生 無行為能力 省治不清 成為家庭負擔等刻板印象 或是對失智症患者出現回避 忽視 排擠等歧視行為 根據2019年全球失智症報告 針對照顧者的調查 全球超過35%的照顧者表示 曾向他人隱瞞家人患有失智症 你知道他不是正常老化 你到真的能夠接受他 到真的能夠就是說 無礙的跟他相處 其實這中間還有一個非常大的落差 所以我們希望就是說 真的失智友善社區 是能夠做到說 大家其實會覺得說 每個人都有一些基礎的一些技能 你知道如何去跟他溝通 當你發現他有問題 需要幫忙的時候 你是不是能夠 真的就是主動知道說 你可以伸出一個什麼樣子的元首 想要有更多能伸出元首的人 但像是台北榮總 身為台北市失智共同照護中心的 據點之一 這裡有四位個案管理師 每個人要負責的個案 至少200件 人力不足 也是挑戰 有時候個案有突發狀況 或者說像他情緒激動 他可能被緊急安置了 那這時候他需要比較密集的個案管理 服務或者諮詢家屬就真的很擔心 會一直電話聯繫 那你這時候的人力就一定受限 因為沒有其他人可以幫你 照顧其他的家屬 那你可能今天就只能 一直跟這個家屬保持聯繫 那這時候那個人力上其實就會比較緊 公設那些點其實他們都很認真的在做 但是畢竟無法一對一 像我媽媽這樣突然講話 停頓 然後眉頭會一暗淡的時候 我跟我太太就會皮就會崩得很緊 他可能就是要轉話題 或者要轉情緒 就是他失去不知道飄到什麼地方 但是你想公設點 那麼多人誰會注意到你的這五秒的停頓 這表情的變化 那失智的照護在台灣裡面呢 它是屬於一個比較高階的一個照顧模式 那耗費的人力比也比較高 那在居家服務的部分 現在很多都偏向在用居家服務的一個過程當中呢 照顧服務員他有沒有能力在這個服務的過程當中 去面對長輩失智症的一個相關的問題 因為照護人力不足 所以打造失智友善社區 便成為近年政府推動失智政策的首要任務 藉由社區網絡連結社區中的商家 郵局 寺廟 醫療院所 派出所等場域組織 讓鄰里成為共同守護的力量 但對失智症患者與照顧者而言 仍有依無解的難題就是無藥可依 因為現行用藥只可減緩退化速度 無法完全治癒 不會好這個事情對我來講是很大的一個衝擊 施政只有一顆藥 愛心 那時候我就不服氣 為什麼 這個病 為什麼只有愛心一種藥 然後我就帶著他 什麼中醫 針灸 求生問補 那時候我們知道阿斯海銘是退化型的 但是在退化的過程中是很久很久很久心而很無奈而 我已經死盡前夜照顧他 是他還是退 以現在來說雖然藥物治療的效果沒有那麼好 可是我們希望就是說經由很多的努力 不管是早期的一些發現或是早期的解錄 能夠讓病人其實是留在前面輕度的時間 能夠比較長 要在陪伴的歲月中領會到剛好就是最好 真的好難 這條路也許走得漫長 但學會尋求幫助並接受幫助 就不怕孤單 失智症是一種大腦功能漸進退化的智能障礙病症 大多是屬於不可逆的狀態 那要如何延緩惡化呢 下段節目帶您來了解目前台灣失智相關的最新科技 失智症是一種認知功能障礙 屬於進行性退化並且是不可逆的 就目前來說還沒有任何藥物 可以讓失智症完全得到治癒 但是清大的研究團隊已經解開了 引起失智症腦部基底核概化之謎 使得治療出現了一道曙光 另外在台灣還有一群人提倡 用非藥物治療來活化大腦 並且運用AI技術 依據大腦可塑性的理論 將治療師的非藥物治療數位化 並且提供了一系列的遠端訓練設備 藉此蒐集分析並且自動回報大腦的能力狀況 提供醫療團隊的用藥參考 所以等一下你們可以摸一摸看看 牠耳朵有沒有軟軟的 頭有沒有毛有沒有很舒服 牠的毛好舒服 很好摸 繞繞來 來坐下 先請牠坐下 帶著黃金獵犬來到失智據點 可愛的大狗狗療癒了病患和家屬 長久疲憊的心 這些年因為先生失智 吳太太已經好久沒這麼放鬆 牠連我是誰都不認識 所以牠曾經有一天看我躺在牠旁邊一大早 牠說你為什麼睡在我旁邊 我說我睡這個地方 我睡這個位置40年喔 牠不信 牠問我兒子說媽媽呢 台灣失智人口逐年上升 根據內政部統計資料估算 台灣65歲以上老人 患有輕微認知障礙佔 百分之十八點零一 失智症佔百分之七點六四 預估2025年將突破百萬 坐下喔 好 失智不可逆 目前無藥可依 我們前進清納實驗室 終於找到阿茲海默症 腦部的概化之謎 黑蛋白它是一個雙原體 那這兩個分子結合在一起 雙原體來進行功能 磷酸跟兩個鈉離子的位置 它就坐落在這個蛋白的中央 分子結構的詳細的資訊 可以了解為什麼 這個會產生概化 這將為失智症治療帶來一線曙光 研究團隊解析出 人腦中的磷酸鹽轉運磨蛋白 是負責將磷酸鹽運送到 腦部的主要通道 如果這條通道產生異常 就會引起 淚帕金森試症的神經退化疾病 失智解方研究最困難的地方 就是製作磨蛋白晶體 光這個部分就耗費了三年時間 你看這個磷酸鹽轉運磨蛋白的晶體 多棒 多美 有靈有角 晶瑩剔透 未來將與這作為失智藥物的設計基礎 幫助磨蛋白回復正常治療腦部概化 而台灣也有團隊研究出 患者若是在輕度認知障礙期間 即時斷念腦力 腦部損傷有機會回復 不錯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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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讚讚讚 那很多研究指出來 就是說在MCI初期的階段 也許在一年內 如果積極的投入一些訓練 包含大腦訓練 運動之類的 它可以讓認知功能可以恢復 將近有10%到40%的機會 那如果把這個狀況放著不管的話 它可能在兩年內有50% 會惡化成失智症 如果在放症的不管六年內 惡化成失智症會高達80%左右 手跟著動 你看 手也要動喔 要動動 好伸直 手伸直 手伸直 伸直 對 陪著母親一起做運動 知名本土皮鞋企業總監 李翰陽的母親才70歲出頭 2022年初就被診斷 罹患了輕度失智症 因為你跟他互動的時候 或你跟他聊天就覺得 他其實是蠻能聊的 所以他其實 也不用把他當成病人 反正他就是知道他自己 阿公阿嬤都是這樣的遺傳 阿公阿嬤他其實老的時候 都是失智症 那阿公那個 媽媽就一定跑不掉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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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狂熱比較重 透過遊戲 建立邏輯 簡單的問答題 已經變成李媽媽每天生活中 不可或缺的重心 很好 我們做得很好 這樣要成散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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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失智狀態無法痊癒 但與人互動或是當下反應 都比當初發病時來得好多 那我覺得動腦這件事情 其實就是整個成敗的關鍵 就是讓他願意動起來 因為其實說實話 就跟手嘛 你所有的肌肉啊什麼的 你不用他 他自然就會一直萎縮 那腦袋其實也是 我相信也是一樣 就是你不用他 他就是會一直退化 6 7 我哪記得 記下原本的發量順序 按下方形按鍵 每一次的反應時間 力道大小和正確率 記錄下來 傳至雲端 透過大數據演算分析 然後我們可以藉由分析這些數據 然後可以讓長輩知道 我做的這些事情 到底有沒有進步 那接下來AI就發揮它的作用了 如果它今天的成績是進步的 那我們希望它難度在增加 訓練的時間在拉長 這時候雲端就會幫忙運算出來 它的活動等級 可能要從Level 2升到Level 4 然後訓練時間 可能要從1分鐘提升到2分鐘 就是要不斷刺激腦部記憶 目前這台拯救失智的機器 被高雄榮種 新北亞東等 20幾家大型醫療院所採用 更外銷到日本 香港 加拿大 只要15分鐘 就能知道自己認知障礙 失智風險程度 失智輔助科技 現在可以做到什麼樣程度 像我只要透過簡單小測試 就可以知道自己的認知障礙風險 在報告裡面可以看到 我的腦年齡以及MMSE 這些數字將來都可以提供給 醫療院所做為失智用藥的參考 我們其實就跟曹陽科大的教授合作 他們拿了一個近紅外線的模式 來監測就是腦血流的部分 事實上就證明在使用我們的設備的時候 其實整個血流量以及腦血流 都是大幅的上升 其實我們就可以證明說 在訓練的過程中 就已經在做大腦的試練 以科技輔助活絡大腦 失智不是一個人的事 而是一家子長久的事 深用有效方法照顧這條坎坷路 才能走得長久 台灣失智症盛行率大約百分之八 目前有三十一萬名失智者 而隨著老化速度加快 失智人數也將會持續增加 而失智症患者相較於失能者 需要更多的人力與資源照顧 因為失智症是一種疾病 而不是正常的老化 要如何建置一個失智友善的社會 讓你我的家人都可以安心的變老 將會是台灣高齡社會的新挑戰 感謝您收看今天的 近新聞調查報告 我是廖方傑 我們再會 未经家台灣不自信 快到春天 總統 在今日新聞顯示 t brag 国師交ent 新展明 因此 奇幻